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次要为台海和亚太的安全来献上祷告 因为最近我们除了疫情还需要持续的祷告 还没有看见镜头之外 我们也会发现整个台湾亚太乃至世界的局势还在动荡 有许多的冲突不断的升高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安全 也觉得未来非常的不确定 所以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一同来守望 一同来仰望 那创造和和平的主为我们持守世界的和平 我们同胜开头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将台海和亚太的安全仰望在你的手里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为在上掌权者来祷告 使我们可以过安宁的生活 主我们首先向你献上悔罪的祷告 因为我们在太平的日子太久 我们以为一切的太平安宁的生活是理所当然 我们常常忘记为世界的局势 为每一个社会的安全 为台湾的安全献上仰望 主求你保守台湾的安全 主啊不只是我们自己护卫自己的安全 也求主守护我们的安全 好让台湾的人民可以过安宁和平的生活 主啊你来制止那些意图挑衅的 意图危害人类安全的 不管是政权或个人 你来制止他们的野心和动物暴力的欲望 好让无辜的百姓可以在你的守护之下 每一天都在和平和安宁之中 主要也求你使我们台湾在我们自己社会的共识 在我们自己彼此帮补合一的共识里面能够慢慢的形成 让台湾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社会 因为民主和公民的责任也是你对我们的教导 谢谢你因为一直以来你与我们同行 让台湾逐渐的开放也越来越健全 求你持续的在台湾的未来的建设中间 参与在其中 掌理在其中 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来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